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930例 我们请来了科技部 现有确诊病例8976例 其中重症病例2830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68679例 累计死亡病例3226例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881例 现有疑似病例128例 教育部科技师司长雷超兹先生 就是我国已经有研发进展比较快的单位 向国家药监局拱动提交临床试验申请材料 并且已经开展了临床试验方案的弄证 招募志愿者等相关工作 那么这些工作的话 就等有待国家药监局 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 审批以后 审批以后开展临床试验 所以在应该来说的话 在我们国家新冠疫苗的研发和进展 这个层面的话 总体上来说 我们确确实实 我们是属于国际先进行列 上进行列 不会漫于国外的 试验方案实行第五版的时候 提到中西医结合加强中